你儿子还答应五年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呢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我们山东有一个习俗 就是姥姥和姥爷要给外孙一个大红包 来来来 仪式正式开始 她妈很兴奋了 姥姥给个红包 好厚的红包 她姥爷 你的 她姥爷 快快快 大苗 拿着 拿着大苗 手握着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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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我大外甥 健健康康 平平安的长大 长大长个大帅小伙子 是不是宝宝 谢谢姥姥 谢谢姥爷 嫂子 你们那娃娃星送棕米不 差事棕米 棕米就是小女孩不 出生九天 小男孩十二天 这个姥姥家的人 就是姥姥家所有人就是那个 七八八九 还有那个 婶子叔叔伯伯的 去就是说提摞鸡蛋 买着红糖 去送去 送棕米 我们就是说过去那段是过美月了 现在不小心拿过美月 是过本岁水 哦 北天现在是吧 哦 那我们那山东 过本岁水也是一样 也是抢上来 这样所以他们 刚切的抢抢却抢着了 却来 百二级 大家要不去问你 这和这每个店的习俗都不一样啊 这山东是过十二天 然后内蒙是过本天 还有阿姨是河南的是吧 对 您那过多少天 哦 我们呢不过 宝宝不过是十二天 这种叫吃洗面 啥叫吃洗面啊 就是吃面啊 就是宝宝出生了以后 就是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 或者是宝宝出生六天呀 或者八天 十二 就是十天 就十二天之内 就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 就是让 男方和女方家的亲戚朋友都过来 给宝宝喝洗 人家都得包红包呗 现在原先是送鸡蛋给红糖吧 你想想送那么多鸡蛋 天如果是夏天天热 那鸡蛋不老早坏了 所以说就是现在都是红包 记得我生我家孩子那时候都是 哎呦家里亲戚来了 拿了一切都记得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小吴 你来北京来那么多年了 你想孩子不 想肯定想 那没办 孩子不是现在有一句话吗 你那个 你不努力 你的孩子就得努力 对吧 你干了工作 你就照顾不了孩子 你照顾孩子 都没办法工作 反正是两职你只能选 只能选一个 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反正是不 为了孩子是不 大人就是说辛苦 对 为了孩子也没有办法 我跟你说一点 你玉宾你知道 我女婿她家那星 他们还有一个啥稀数不 过12岁 对不对玉宾啊 对啊 他们咱们那边都没有是不 过12岁 他们那边星过12岁 但这场面可到了 过12岁更好也有 我们那边星也有 我们就是给娃娃开厕所 12岁啊 12岁啊 就山东没有过12岁是吧 有没有她了呀 没有 我们那12岁跟结婚一样隆重 对对对 我听你说12岁更热闹 现在我们那也过12岁 是 嫂子 到咱娃娃12岁的时候咱回内门过啊 回内门 大场面 大场面 我们都去啊 我们那得过三岁 对对对 我们那过三岁 三岁 三岁给你们12岁那样 有这个大场面 你们那咱一上脚机了 给她提出来 我提出来 这我想想 这我妈要好好置办呀 这是 赶紧提 我一看见她 我想起来了 嫂子 你儿子还答应5年 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呢 我答应你的 行 我也可以答应你 我就是北京买不起 她在内门给你买 在内门给我们买 那也行 我给蔡奶奶爸爸 我们年龄大了 到你们那边养老 你们那边环境挺好的 嗯